在其他前线上线,我们都学学学,先分享三则,智慧,圣贤余路,请张老师。 那这个智慧心语第一则是,因为今天讲的是这个字和勇嘛,第一则就是,是之就是天之,地之,你人之,我之,自己的良心能清清楚楚知道自己做得好不好,所以讲话做事都要小心。 那这边就是,先佛在告诉我们,这个我们的智慧里面蕴含所有的这些一切的宝藏,我们的智慧里面蕴含所有的智慧,那所以这个事件一切的事情就是,上就是天地都有神灵,都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但我们自己的良心会告诉我们,做什么事道是对还是错,所以在做事就是为什么说做事就要很小心,就是这个道理。 那第二点就是修道,第二件事修道是,暗吊贤良,选金拔萃,不顺水,魔语乱语冲书,自己所立的愿,必须自己去了,今事不了,来事再还。 那我们知道今天,论语里面讲到这个智人勇,讲到智信中的智人勇,其实今天各位前传都做了一个非常聪明的,这个非常有智慧的决定,就是来学习修道半道。 那这边先传有提醒我们,这个上天让我们有机会在白羊学习修道,是要考,就是要,就让我们能够建立自己的功德之外,自己的功德之外,也是要能够选出这个贤良,因为选出就算,上天说三万六千,四万八千贤。 那所以,就是我们今天有机会来修道,就要好好来学习,那就是要,就好好精进,然后好好,能够把这个道行出来,这样才能够了我们自己的愿。 因为Sample提醒我们,这一次不了,下次还是要再聊。 再来第三者就是这个,也是智人勇里面的一个,我们自信的运用,我们在家里或在社会上跟人家相处,要找人家的好处,珍惜每一个因缘,其实就是在善待我们自己。 那就前,从接去前面那一则,因为Sample告诉我们,这个来人世间,除了修办,除了是要聊我们自己,建立我们自己的功德之外, 那我们福慧双修之外,其实另一个原因就是要,让我们了断这些累世以来的因缘。 那因缘的,所谓它的呈现的方式,就是透过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去实践。 所以这边,Sample就提醒我们,这个跟任何人相处,就是要能够,想办法尽量找到对方的好处。 因为这个缘分,因为我们不知道过去到底结了什么样的缘,但是这一次如果,这个缘不了的话,那就是他因为没有断,他如果不断,他就会继续下去的话,就会,就是没完没了。 就像Sample讲,这一次不了,来世再还了。所以,为什么要说找人家好处?其实也是帮我们自己, 就帮我们自己,给我们自己一条后路,就是让我们可以了掉这些事件的因缘, 那让我们可以,就是这一辈子把这个,自己的功德建立起来,那把这些因缘结清的话,我们就可以, 超多,就不在,不在这个四读文汇里面,转了,那就是后学今天学期分享了三则这个, 这个智慧心语,那接下来就请邓蒋元来分享今天的善歌。 各位典传师, 谭主讲师, 还有各位前贤,大家好, 后学是邓瑞与讲员, 今天晚上为大家, 带来一首善歌,是《忠义精神》, 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 请大家 关注 订阅 转发 打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大家 关注 订阅 转发 打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十二后一 一勇承担 得今生 如凡神之 尽重日月 几万长逢 尽为一贯 得这些 如同神之 老少同归 大空世界 神神珍贵 得天之 如从得迟 白的修饰 到传旧中 是已修饰 并是 终于今生 终于根结 与人心中 变出即行 满身之往 幸福快乐 如是情终 妖精细心 始终无心 始终如意 与我们终 牵牵几心 清真灵命高风亮节 难不知 难不知 世事身躲 神经 言语 终于刺激 世纪能与歌情 经意交进终于天职 世纪能尊贵出生 为秘密人终于到场 世纪能尽了游戏 风多发展终于众生 世纪能自卑西车 空家发展终于祖师 世纪能精神 用最高传天下 天心我心共生你心 你带动道场是和谐 一帝身道不知风战 你真要干我方 天心我心共生你心 你带动道场是和谐 祈祢是大物之空战 祈祢是苗坦末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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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人心中一种惊喜, 看着时光心怀乐。 与世心中要求惊喜, 始终无心始终如意。 与人无意中千千提醒, 今生年明高风凉节。 但如此世世生活, 神经严育。 二世心中, 今生年纪录。 终于自己,世心南与个心惊异求惊, 终于典致! 世心南如位畜生挥毗命运人。 终于到场! 世心南今晚有趣,繁卧发展。 忠于众生 死心的慈悲 欺奢 共加华传 忠于祖师 死心的精神 永随道 传天下 天心我心 共生一心 一代龙道 尝试发泄 忠于祖师 死心的精神 永随道 传天下 忠于祖师 死心的精神 永随道 尝试发泄 忠于祖师 死心的精神 永随道 传天下 忠于祖师 死心的精神 永随道 尝试发泄 忠于祖师 死心的精神 永随道 尝试发泄 杰光师 死心的精神 永随道 尝试发泄 能三重 永随道 尝试发泄 忠于祖师 死心的精神 永随道 尝试发泄 忠试发泄 忠于祖师 死心的精神 永随道 尝试发泄 中程不二的使命 中程不二的使命 中斑梗直 至诚不义 忠于道场 忠于众生 天心我心 公身立行 以带动道场之和谐 以沾标杆模范 这是我们每一个修道人 都应该做到的 所以我们要紧跟上天 先佛的脚步 让道传九州 实现世界大同 今天善哥介绍到此 谢谢大家 谢谢邓响文 那再来我们进入到我们的公送项目 那我们现在公送是 发一重的精神指标 成功2020年 精进更上一层楼 慈悲喜舍 幻众一心 精神团结 迈向标准 学道越学越和气 修道越修越欢喜 讲道越讲越近 讲道越讲 入境里 伴道越伴越气 行道越行越终局 我们要感谢天师德 感谢老前人 感谢前人 感谢道场 感谢大家 我要珍惜今天 知恩感恩报恩 立德立功立言 立愿了愿 尽忠尽孝 祝岛文 现在的我是 多么的幸福 现在的我是 多么的知足 现在的我 正受着上天 无尽的庇护 走在光明灿烂 多台桌子的 修办路上 我是多么的幸运 与幸福 这人生真是一门深入 我要将这一份幸福 与这一份幸运 永远的传输 让不幸的人 感受到这一份幸福 让不幸的人 临受到这一份幸运 这是我的使命 这是我的责任 我要当菩萨的牵手牵 我要当人间的菩萨 这是我的使命 这是我的责任 我要当菩萨的牵手牵 我要当人间的菩萨 好 再来是我们这个 行义禅时间 三宝其用 让我们回到这个 自己的这个自信 让我们把这个意念 回到玄关这一项 那行义禅 就是要请大家 这个端正坐直 腰杆打直 那全身放松 手抱合同 自然垂放 那舌顶上 让气罐丹田 那恶目守旋 就是把说 记念回到这个 玄关一窍 对于 眼睛自然 必八分 那流两分余光 那在呼吸图那之间 默念五次真言 让我们的心性 心性这个 慢慢回到我们 这个一切的玄关 在这里 好 七气 五气 一气 五气 一气 五气 七气 七 五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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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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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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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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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